4月22日 拜登组织召开了一次全球气候大会 这被视为美国回来了的重大标志 那个时候的欧洲也在感叹 美国终于回归正常了 在这次大会上 拜登宣布将斥资140亿美元 用来做好气候相关工作 其中把原本美国承诺给不发达国家气候援助的资金 由27亿美元增加一倍 提高到57亿美元 还承诺将引领世界一起完成全球气候规划路线图 一时间 国内的很多人为之欢呼鼓舞暂且不论 因为拜登此举并不是做给这些人看的 对于他们 拜登还有更能让他们欢呼的事情 那就是每年3亿美元的对中国特别资金 拜登在气候问题上的承诺针对的两个国家集群 一个是欧洲国家 特别是法国 另一个是受到气候问题严重影响的那些海上岛国 比如南太平洋上的诸多珊瑚岛国 欧洲搞气候问题是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为他们去工业化后 掌握了大量高端的无烟低污染产业技术以及市场 在未来的碳排放市场中已经稳居上游 接下来要实行的全球碳排放规划 这就是欧美 对于全球工业化市场的整体调配与掌控 而美国之所以对于气候问题没有欧洲积极 是因为美国在碳排放领域没有欧洲的优势大 我们可以简单的认为拜登对于碳排放的承诺 主要目的就是争取欧洲的回归 其次则是表现出自己的大国负责任形象 当然一切都是嘴炮 因为5月拜登就要访问欧洲 去英国参加G7峰会 在此之前 他必须要对特朗普制造的 欧美分裂进行一定程度的弥合 拜登4月对气候问题的承诺 的确让欧洲 特别是法国有些感动 以至于在英国 马克龙和拜登表现得非常和谐 一派大国领袖之间的笑意盎然 只是苦逼的马克龙不知道 就在他与拜登秀恩爱的同时 一个针对法国的大坑 正在拜登手里悄然开挖 从美英澳在G7峰会期间 就敲定核心联络这件事来看 美国的战略战术 其实还是很有传承性的 并不是拍个脑袋瓜子 就想一出是一出 可见 拜登一开始就没有对法国怎么重视 在五常国家中 对法国尊重的国家也就是自己吧 相对来说 中俄对法国的尊重也要比美英多得多 哦 州和潜艇这件事 法国是准备闹大的 毕竟这是马克龙的政绩之一 这是马克龙亲自参与 从日本手里抢过来的订单 如今被美国人轻松抢走 心力窝火是一定的 所以不但法国自己表态强硬 还呼吁欧盟所有国家都要站起来 反对美国的霸权 这件事 德国和意大利可能呼应一下法国的呼吁 至于荷兰和比利时之类的国家 我认为他们会默不作声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得罪美国的底气 而拜登对于法国如此强硬的反应 表现的似乎很是淡然 在他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 被记者提问到法国的怒火 拜登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他们很棒 这对于马克龙来说是一种侮辱 对于法国来说更是一种不尊重 但是这件事对于美国来说 却是一个策划已久的布局 很显然 美国想要继续掌握欧洲 是不准备再依靠和欧盟的合作了 而是要分而置之 这个和我们之前的预判是一样的 无论是此前的德国 还是将来可能的法国 想要以一个团结的欧盟来和美国博弈 都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 美国在应对中俄的问题上已经所知右处 不愿意为了欧洲而分审 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为他所用的欧洲 而不是一个总是和他讨价还价的欧洲 失去了德国与法国的核心领导力 欧洲必然是一盘散沙 而对于英国来说 这也正是他希望看到的的局面 一个团结的欧洲不符合没用的利益 这个在不久后就要被美国分裂的欧洲 对于中国来说 其实无所谓单对单的博弈 中国或者比美国更如鱼得水 别看东欧这些小国现在和美国走得欢 真到了筹码兑现的阶段 美国能给他们什么 反倒是中国在东欧已经铺开的基础建设规划 会慢慢让东欧的老百姓感受到未来的希望 所以尽管目前时局动荡 但中国是可以做山关虎斗的 如果法国能顺利的与德国新政府 组成新的欧盟核心固然更好 即便欧盟分裂 对于中国来说 也不过是等欧洲这潭水 澄清一段时间再去抓鱼而已 本次澳洲核潜艇事件 最起码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美国的对外政策 还是就有一贯性与稳定性 并不会因为拜登打瞌睡 美国的谋略机器就发生 紊乱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拜登对于气候问题的姿态 4月份拜登把对外援助 从27美元提高到了54亿美元 就在前天 拜登在联合国又承诺 把对外的气候援助资金再次提高一倍 达到114亿美元 短短5个月 拜登已经把这个援助数额翻了两番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种承诺的随性 就像拜登上台后 宣布新冠疫苗的专利免费 就像拜登在G7峰会上 承诺提供5亿支疫苗一样 都是说过就算的承诺 什么时候执行不知道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 当前的美国在对于世界的责任方面 能忽悠的绝对不付诸于行动 迫不得已要行动的 也是拖拖拉拉的尽量敷衍 但是在事关美国资深利益的事情上 却走得既文且急 比如针对法国的暗算 比如接下来还会有关于印度的合作 以分化之手搞乱欧洲 对欧洲分而置之 然后再在中国周边扶持 尽量多的牵制国家 比如澳大利亚 再比如印度 我为什么不说日本 那是因为日本是个比较有想法的国家 美国就是不扶持 日本自己也在向前拱 而且日本如果太过扶持了 美国自己也不放心 反倒是印度和澳洲具有相同的气质 眼高手低 虽然扶持不容易 但是也不会轻易反水 特别是印度 从来就没有把美国当作竞争对手 只是一个劲的把眼光描向中国 这是美国人这几年意识到的一个有利因素 接下来 美国极有可能会在导弹与战机方向向印度提供技术支持 既然核技术都可以扩散了 那么对于导弹之类的技术 自然也就更加开放了 这大概就是本次联合国一般性辩论会议中 联大秘书长古特雷斯满脸忧愁地对外宣布 世界正处于深渊的边缘 这恐怕已经不是危言耸听了 而是他的真实感受 是时尚冷战结束后 美国这么多年屡次对外用兵 很多战争根本就不经过联合国的审查 联合国也没有说过什么深渊的边缘 这一次 古特雷斯为何这样说 就是因为这次美国的霸道与完横遇到了反抗者 不是俄罗斯的那种反抗 西方对于俄罗斯这些年的打压 仅仅就是看这家伙不顺眼 一定要搞死他 并不存在难以控制的局面 俄罗斯也对西方世界构不成什么威胁 最多也就是普京所说的同归于尽罢了 但是只要西方不朝死里逼俄罗斯 同归于尽就不会发生 也就是说 普京所说的同归于尽 主动权实际上是掌握在以美西方国家手里的 所以我们应该明白 这么多年 欧洲跟着美国制裁俄罗斯 其实就是一群野狗 跟在一个大狗后面欺负一只猫 只不过猫的手里捏着和密码箱而已 但这一次不一样 因为事情虽然是美国挑起来的 可是如何结束的主动权却不在美国手里 最起码美国这次失去了绝对主动权的掌握 而且这个主动权对于美国来说 越来越少了 所以古特雷斯害怕的其实就是 这个从来没有失去过事态节奏主动权的 美国 现在会不会因为害怕主动权的失去而悍然冒险 这不是不可能的 因为澳洲开始造核潜艇了 对于日本的松绑也加快了速度 而对于印度的军备支持也在逐步展开 这些事情一旦展开 美国自己恐怕都难以收手 澳洲一旦有了核潜艇 美国或者可以指挥它做什么 但却无法避免它做错什么 日本的狗绳一旦松开 美国再想往回收也是很难 按照智商 美国应该无法斗得过日本 特别是在日本狗绳松开之后 而印度 这个 感谢观看